大选的开票新唐人电视中英文频道是为您不间断的马拉松直播19个小时 我们的记者也前进到川普和贺锦丽的竞选总部 以及多个摇摆周来带观众直击现场的情况 新唐人带您直击美国总统大选 这次大选新唐人记者前进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位于加州的竞选总部见证川普胜选一刻 新唐人英文频道记者也在开票当下 在美国华府现场狙击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竞选总部的情况 与此同时新唐人记者也前进兵州 乔治亚州 北卡罗来纳州 密西根州 亚利桑纳州等多个摇摆周 还有美国国会大厦报导大选最新情况 截至台湾时间傍晚五点 川普成功拿下三大摇摆周 包括北卡罗来纳州 乔治亚州 以及宾州 并在其余四个摇摆周取得领先 其中蓝墙三州 以及乔治亚州 亚利桑纳州 内华达州 在2020年选举中都是由拜登胜出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宁张其林综合报道